见到第一仙,第3158章,大日独照,群星暗淡,静天隔上空,云层上,若素微微扬起头颅,望着那一道横贯整个逍遥周天穷上的剑痕,心谋泛起异彩。 这一剑,可远不是一般的天地能施展出来的。 他都没想到,苏义在那重重围困之下,动用的并非什么禁忌秘宝,而是其真正的实力。 是的,之前的苏义明显隐藏了,直至这一剑斩出,才让其真实的战力浮出水面,显现出来。 暗中,那些影视者脸色变幻,在命运彼岸,他们皆是成祖道徒上的存在,什么旷式大战没见过。 可不得不说,他们此刻被苏义身上显露出的战力惊到了。 这是,天命静的战力。 有人难难,带着金仪,难以理解这等霸道的一剑,怎会出自一个未曾执掌永恒地做的天命静剑修手中。 那是剑帝成大老爷的转世之身,有什么大惊小怪的? 有人冷哼。 这一刻,一直沉默不语的沟臣老君不经皱眉。 我怎么不知道,剑帝成大老爷当年在天命静,能斩出这等一剑? 顿时,许多隐试者语色。 沟臣老君神色平淡道,苏义厉害,就归结于其前世强大。 苏义无能,就归结于其自身不堪。 公正地看待苏义的实力,就这么难。 这,就是你们的格局。 一番话,带着毫不掩饰的训斥意味,让一些隐试者神色都变得很不自在。 沟臣老君,则不再多言。 他看似平静的外表下,实则也很震惊。 因为那一剑,让他也倍感惊艳。 风雪山之巅。 枯悬天帝到西凉气,难难道,苏老弟如今,可比我这当老哥的猛啊。 轻衣天帝心绪翻涌,嘴上则冷冷道,若无这等实力,拿什么去对抗那些天帝。 作为天帝,他们自然都清楚,苏义那一剑的威能,是何等恐怖。 风雪山远处,依旧是兵荒马乱般的景象,不知多少,修道者在逃避,一片混乱。 至于苏义这一剑有多惊艳,则无人能注意到,自然也无法感受到那种震撼。 天穷深处。 三世佛僧一帆涌,握着紫色如意的手指,微微颤抖。 闻天帝脸色阴沉,黄庭齿发出低浅的哀鸣。 灵天帝死死攥住聊天枪,咬牙切齿。 刚才那一剑,劈得聊天枪,差点脱手而飞。 长恨天帝神色凝重,他所祭出的南天门,竟是被一剑震破。 恶天帝,吾虚天帝和遥光天帝三人,同样很狼狈,无不被那一剑震退。 原本由他们一起联手组成的围困之局,也在那一剑之下,土崩瓦解。 这太不可思议,超出他们的预判。 原来,这才是道有真正的实力啊,怪不得。 三世佛感叹,此刻的苏毅,周身萦绕亿万混沌道光, 犹如无数剑意狂潮在流动,映照出诸多不可思议的大道法乡。 随意立在那,那身上的威势,就压迫得这天穷身处的周虚归则乱颤, 也让他们这些天帝,皆感受到扑面的压力。 这样的天命境,放眼古今岁月都找不出来, 已不是逆天二字可以形容。 也是此刻,这些天帝才终于明白, 为何苏毅敢于一个人和他们对战? 怕了。 苏毅拎着木剑,眼眸顾盼监, 连那深邃的眸光都变得锋利如剑。 他一身气息实在太恐怖,和之前判若两人。 啪! 恶天地冷笑,就这点手段,还远不够资格在我等面前叫嚣。 苏毅淡淡道,那就继续。 哄! 声音刚响起,他迈步而出,木剑腾空仰起时,掀起遮天蔽日的浩荡剑威。 到了他这等境界,一身剑道造诣和传承,早已荣为一炉,一举一动,皆有摧枯拉朽的沙伐之威。 内运的剑道奥秘,更是到了登峰造极,夺镜造化的地步。 看似简单一剑,实则所呈现出的,是一种洗净千华,大道质简的神韵。 几乎同时,三世佛和一众天地一起连妹出击。 和之前不同,这些天地出手时,都已不再保留,动用压箱底的手段,果决而狠啊。 战况随之变得激烈无比。 那天穷深处,都陷入狂暴的毁灭洪流中。 诸般今世神通交织,一件件天地道兵轰鸣。 逍遥洲之上的天幕,都似是要倾它崩坏,出现触目惊心的裂痕和栽结气息。 世间生灵皆惶惶不安,和目睹,末日降临一般。 事实上,整个永恒天狱的周虚规则,都在动荡,波及天下十方。 便是在四方之海,五大天都,六大净土之地,也能清晰地察觉到,那天穷深处的异动。 这就是地战,一旦上演,波及天下。 末法时代为何落幕? 根源就出在那一场,宛如末日般的一场地战中。 而此时,在那逍遥洲天穷深处,一场规模更大,更为惊实的大战,正在激烈进行。 砰! 剑气呼啸,席卷长空,浩瀚的剑威扩散,将时空都磨灭掉。 遥光天帝祭出的七煞金台,再次被轰飞,金台都出现一道剑痕。 遥光天帝唇中堂血,满脸金木,难以置信。 以一对多,并且他已动用权力,竟还在这一场混战中负伤。 何止是遥光天帝,其他天帝也不好受。 他们轻力而出,又要再次将苏毅围困,将其彻底打压下去。 可谁曾想,已再无法做到。 别说围困,甚至都很难牵制住苏毅。 反倒是他们这些天帝,在和苏毅厮杀时,遭受到极大的压力。 任凭他们手段进出,都被苏毅一剑破址。 破! 鲜血飞剑。 激烈厮杀中,闻天帝被一抹剑气擦中身影,那看似不起眼的一抹剑气,则差点将其右臂斩掉。 肩膀处出现一个伤口,血肉崩裂,骨骼断开。 这混账明明是天命境,可战力焰能比天帝还强大一点。 闻天帝难以置信。 此刻的苏毅,威势已强盛到匪夷所思的地步。 一人一剑,冲杀场中,势不可当。 比天帝都强横,一身大道气息释放之下,让天帝都感受到莫大压力。 须知,天帝一身道横和周须规则相容,与之对战,亦如和天道对抗。 而这么多天帝一起出手,却反倒被苏毅那一身大道压制,谁敢信? 当!一道震耳欲聋的碰撞响彻。 灵天帝连人带手中的聊天枪都被劈飞出去,咳出一大口血来。 这一击,在正面硬汗中发生。 苏毅同时还遭受着来自其他天帝的夹击。 可就是在这等情况下,苏毅这一击,游自在正面把灵天帝劈飞。 这等霸道战力,让那些暗中观战的影视者,都不禁瞠目。 若说苏毅是踏上成祖之路的存在,能做到这一步,根本不奇怪。 可要知道,苏毅只是天命境修为,是永恒道徒上的天君,连天帝都不是。 这就太不可思议了。 他的天命境,好像已超出永恒天狱的范畴。 勾成老君看出了一些端倪,心中震动。 天命,天命所归,天道所受。 意味着一身大道,和这命运长河上的周虚规则,息息相关。 天帝本身就是天命境,无非是融合了永恒地做的本源,能够执掌一部分天道之威。 可苏毅的天命境,明显和世间任何天命境都不一样。 若说其他人的天命境,是天道所受,源自这命运长河上的周虚规则。 那么苏毅的天命境,则截然不同,并非来自天道所受,也和命运长河上的周虚规则无关。 给人的感觉,他自己就像是天命的主宰,自己一身大道,就是完整的天道显化。 故而,才能够对抗和压制那些天地执掌的天道周虚力量。 故而,才给人一种无命及天命,无道及天道的气势。 而这个发现,让沟臣老君都难以淡定。 因为这意味着,有朝一日,只要苏毅成长起来,就能真正把命运长河上的周虚规则踩在脚下。 以自身之道,取代命运长河上的天道。 若真如此,所颠覆的,可不仅仅只是天下间的修行格局,而是颠覆了整个命运长河上的规则秩序。 以前,这永恒天狱或许由天地为主宰,替天行道。 以后,天地都将在苏毅的大道面前俯首称臣。 这,还仅仅只是在天命运的影响。 勾臣老君都无法想象,若让苏毅以后踏上成祖之路,其一身大道又该会恐怖到何等地步。 难道说,这就是见地成大老爷之所以要进入轮回中重修道徒的缘由? 勾臣老君到西凉器。 这个秘密太过禁忌,让他这样身为尹氏山元老的存在,都感到心颤,为之失态。 就在勾臣老君私存时,那天穷深处的大战,已到了最为激烈的地步。 苏毅一人一剑,征战全场,心中热血都在沸腾,战役奔章如潮。 自尽如命运长河至今,当属今日之战,最让他痛快,最得意。 人生得意虚尽欢。 杀伐大敌,同样不一快灾。 没人知道,在万劫之渊破镜后,他的实力究竟强大到了何等地步。 也没人知道,当他清晰地感知到周虚规则之后,对于天命的认知到了何等地步。 而此刻,他未曾再保留,将那一身的修为在剑道中极尽释放,杀得兴起时,心境、神魂、修为、道身、大道都仿若在一起共振,浑然如一。 身若大火炉,浴然九重天,拔剑是今朝,当斩救日愿。 在这等杀伐之下,那一个个天地的威势和锋芒,都被打压下去,黯然失色。 恰似大日独赵,群星暗淡。 新潮的风险最逍一纄断还匙。